我现在在苏州GT秀的现场 这个比单纯的车展感觉好玩一些 因为有很多这个改装 还有很多后市场的东西 确实比单纯的车展更丰富一些 可看点感觉这个更多一些 这不是我那个洗车机这品单吗 我们进去看一下 现在洗车机都多了这么多产品了吗 别人都是车磨上啊 这家绿田这边你看 直接老板自己洗车 够硬核了吧 这里这么多人是在干什么呀 老外教抛光 苗哥必须来试一试 还是要学一下 我平时抛的比较少 我对这个改装没那么大兴趣 但是我对这个抛光 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我以前抛过啊 但是也出一个抛胶的情况 对自己下手狠一点 挺深的 这个一看就会 我看是不是一做就废 那就可以先从这个S9开始 这个东西是那个烤壳里边最重的 它可以去除1200毫 啊 这个是2000嘛 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少了 不黑了 然后我们 我先打个样吧 然后大概就是 我们要这样把它先点开吧 先点开 对 先从这个2500 2500开始 2500多开始 对开始 然后把它轻轻的 啊 然后 然后拍一看以后 我们就需要把它提个转术 轻轻多长 然后让它 你可以这样就可以走一个公式去啊 啊 你可以试一下 它会比较比较倒比较摆比较震 你要去控制它 好 就这里 这个手就控制 但是这个手不要压 像我一样这个过住它就好 我打它 一看就会啊 一看就会 我发现这个对手的稳要求很高 而且 这旁要 要把它这个打平 打平之后 这个走的时候 而且 时刻关注它的抛的状态 你要补一点杨木筋了 我们先轻轻轻 现在这个一会儿要抛糊了 哦 你看 一不鞋已经抛糊了 我三次抛也是 这一不鞋就把它抛糊了 这没练过的还真是 干起来腰霜被吞了 初抛 初抛结束 我们用 你要把毛巾叠一下哈 这这这这面不行 要 要这一面 对要这一面 或者用这个也行 这个会好一点 好 毛巾都有检就啊 对 你不要这样 这毛巾叠的时候 还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 这样叠好吗 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把它 这样吧 然后你这样是拿不住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找它这个开口 用你的虎口把它这样夹住 我这样夹住以后我再去 然后我是不是好擦了呢 对 每一步其实都有检究的 抛的挺好的 你现在就是 你看 它已经没有了 还可以是不是 你看这里 这里已经没有了 我还是有技术 有底子的 但是可能是没照过到 对 但这里已经没有了 在我刚才这个磨的这边 你看 实际上就把这里再去除地 掉以后 就用这个中继 把它做出来 最后再把它还原出来 我现在粗抛 粗抛 然后是上中抛 中抛是这个 哎呦 我感觉我的倒多了 但是又讲究的 不能画圈 现在中抛 抛往一边 开始有效果了 看到镜面效果出来了 开始比我的头练一些了 你看比一下 明显比我的头练一些了 最后一步呢 它就是一个 细的 现在已经很熟练了 所以这还是得有 顶尖大师的教我 可以了 你看 哎呦 怎么样 是不是比我的脑袋都练了 还是得有这个 大师指导 有大师 再加上好的这个药剂和机械跑出来 比我的脑袋都练多了 是不是 又学的了 别人冠机梯秀跑过来 都是看这个看改装 我我我跑过来直接到噱头了 太耍了 太耍了 如果这个你来 你要想你也想学的话 可以来这个绿田这个展位 就考核化学这边 他们现在正在干这个教学 抛光教学 感兴趣的自己过来 过来体验一下 抛完之后 发现他们那边在签约 我还纳闷 这个绿田跟考核到底啥关系 弄在一起了 最后发现呢 原来是绿田这个跟考核签约了 拿了这个考核化学的一些洗户啊 我们刚才用抛光的东西都是考核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绿田就做洗车机啊 没想到现在这个业务越往越大 还有这个啊 洗户啊 清户啊 包括这个抛光啊 七十二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我这一天的这个GT秀 基本上就全在这个抛光那里消耗掉了 看涨没看多了 跑过来 抽资学艺 把这个抛光和洗户好好学了一下 以后呢 在视频里面 我跟大家多多聊聊 抛光洗户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呢 我们自己玩 一个是比较开心 二一个呢 比外面做 其实这个可以做的更精细一些啊 既节省来发现 越享受了自己保养 爱撤的乐趣